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许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卢比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字符串也运算 什么意思 咱们上一期讲的是数字的运算 对不对 今天咱们讲讲字符串 字符串在卢比中也能运算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第一个字符串连接 这个是每种语言都有吗 把两个字符串相加 对吧 用哪个呢 就用这个加号 和数字运算是完全一样 但是注意 卢比还有一个特殊的写法 就下面这个叫做字符号代入 这是两个小余号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把右边的变量内容 带到左边的变量 一会儿咱们实际运行一下 看一下例子 还有一个 这个是卢比独有 我做其他语言 还真没有遇到过这个写法 什么意思 这是个乘号吗 对吧 字符循环 一般来说 字符循环 咱们都是做一个负循环 对不对 在别的语言当中 但卢比中给咱提供了字符串 乘以一个数字 就能循环 这是他独有的 好 那咱们今天看一下 今天的演习 今天演习非常简单 首先是 AB两个字符串相加 Hello Koma 然后呢 我做一个内容的代入 最后呢 咱们再做一个字符串的循环 看看出什么结果 今天的内容非常简单 咱们马上运行 咱们还是用Luby的控制台 交互控制台 IRB 好 咱们试试啊 首先 我给一个A 我给一个A变量 Hello 一般我都不喜欢敲两个L 一个L我觉得比较简洁啊 好 然后呢 再给一个B变量 叫Koma 没问题吧 然后我打印 我先打印A吧 Hello 打印B Koma 没问题 然后把他们两个加起来A 这加号在哪儿 我这不得找找啊 因为我的键盘真的就是有问题 好 知道了 找到了 好 试试啊 我用Hello 加个空格 然后再一个加号打上B A是什么 A是Hello 然后呢 B是Koma 中间我加空格 换句话说 Hello Koma 试试啊 Go 大家请看 怎么样 出来了吧 Hello 这个地方 Hello 空格 然后是Koma 好 这个是说明两个字符串相加了 对不对 接下来咱们做字符串代入啊 用这个写法 咱们看这个写法出来什么结果啊 好 我现在先 为了保险起见 我先打印出A 再打印出B 一个Hello 一个Koma 然后呢 我运 做这个运算符啊 字符串代入 试试啊 Go 好 大家请看 出来了吧 这个A呢 已经变成了两个字符串相加了结果 但是我没有加空格嘛 对不对 好 咱们再put一下 A看一下啊 哎 怎么样 这儿个地方 Hello Koma 没问题吧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 这个命令相当于什么吧 相当于A 在别的语言中 在别的语言中 是这样写啊 A加等于B 或者说 A等于A加B 的写法 叫做这个 字符串的代入 好不好 接下来啊 接下来咱们在这个 做这个字符串的循环 这个写法啊 别的语言中 肯定抱戳目 对吧 没想到 Ruby就不抱 咱们试试啊 首先我给这个A 重新复制 现在A已经不是这个 它是一个字符串的 我再重新给它复制 比如说叫做这大A 当然不所谓啊 叫什么大B大Z都可以啊 然后我呢 put一下A乘以 我乘号还得找啊 乘以4 这怎么理解 一般来说 字符串乘以数字 这抱戳目对吧 不 Ruby不抱 咱们试试啊 看看出生结果啊 够 大家看怎么样 打印出了4个A 换句话说 一个字符串 乘以一个数字呢 相当于是说 把这个字符串 循环4次 比如说 我是起个C行不行 C等于 我等于也得找到在哪啊 A 乘以比如说5 回车 然后put一个C 它就5个A嘛 对吧 这个是Ruby比较特殊的地方 请您要记住啊 它居然可以做到字符串 和一个数字相乘啊 其实呢 就是循环这个字符串嘛 对不对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内容 呃 字符串的运算 应该不是很难 只不过呢 Ruby这两个地方 有点点特殊 请您记下就可以了 好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 我会放到YoukuYouTube 今天的代码呢 会放到开源中国 供您下载观看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咱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